大家關心的是這個南部 說某一間這個特殊 學校 說學校裡面登記 發生性侵害到性侵害到性侵害 說這兩年來就發生 一百二十八天 有三十八的受害核心 還有三十八的家海核心 已經接著傳統代表 有四分之一的核心了 很多受害者 變成了這個 貼家館的五年級之後 就變成家海者 不過學校到家裡 不然別人都故意是動作不看 讓性侵害到 最最痛心 三個男孩子拉著一個女孩子 就在校長室旁的樓梯邊 進行委屈的動作 然後第一時間我馬上跟學校反應 學校竟然跟我回答說 他們是在玩的 我今天是 冒著我小朋友的安全 我出來 我不相信這個是 就是世界上沒有在意 我的老二 他也是從被害人變成行為者 在那邊沐浴沒有什麼隱私權 就是一個不臉 我的小孩子還甚至看到 宿舍裡面的 的射尖就是生服員 也在那邊看他的片 這間地下學校發現 性侵害案件已經有六七年了 有孩子為了適合年紀 就讓學長來性侵害 向所小的管理員老師說 可是學校都完全沒有差 甚至有學生看著校車館上 有同學做會來的 性侵害女同學 向水車管理員說 可是順便要求 回去坐位坐好 不要管這麼多 這個學校有178位教職員工 照顧了345個學生 每年光是人事費用 就要花國家一億五千萬 可是他們連孩子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都做不到 教育部職務辦公室 在對這個學校的態度 一向就是包庇縱容 我不知道他們之間 有任何什麼樣的奇怪的關係 六年以前就發生那樣的事情 那這六年之間 又有多少小孩受害 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讓他再繼續多發生 不要說是一天一秒鐘 原本大一要出現的記者會 到有保管完 雙人事沒有出現 只派出一位學長來回應 經過這個七月份跟八月份 三次的調查 調查報告 目前正在會診中 這間就是學校的學長 也還不來公開回應 您本紀經費表示 已經讓這間學校 很多年的時間來改善 可是事情越來越嚴重 這不得意來公開 他們要求整個團隊 來這麼關鍵好好 讓這些學生的 更好的收購環境 記者當中跟下記本 在發佈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